在中国和外国,这两国的较量中究竟哪一国更占上风,有说中国吊打外国有说外国轻松把中国摁在地上摩擦双方都列举了零零总总的例子,整得我们吃瓜群众一脸猛逼当然中间太肯,并说两国各有利弊但这结论虽然正确却没啥兵养,想要在中外两国这个话题上显得有件事得先搞明白,啥是技术和新技术到底是个啥? 把技术分分类,第一类姑且叫可山寨技术,或者叫纯烧钱技术,有人喜欢网左变烧,有人喜欢网右变烧,于是就烧出了不同的应用技术这本质上是用旧,技术整合出新玩意儿,比如美帝登月的土星五号土工的快海大桥小胡子的鼠式坦克,甚至包括中国长城和埃及金字塔,打个比方这有点像吉尼斯记录,最长的头发,最长的指甲等等。 这类东西只要闲到位哥谁都烧得出关键看,有没有需求所以这些也可以叫任用技术,比如这种架桥机几个工业大国都能搞蛋搞出来,只能当玩具只有土工搞出来才赚钱,土工发加后迸发出海浪需求,推动各种烧钱的应用技术紧喷,赚了钱又可以滋滋不倦,得完善各种细节,于是可以不吹牛,得说中国的应用技术,已经和整个外国平起兴坐。 第二类技术淡写叫不可山寨技术,或者叫烧钱烧时间技术,任何牛逼设备你拼命往西拆最终发现都是材料技术做材料和做太差,不多番茄炒蛋的成分可以告诉你,但你做的菜,就是没我做的好吃,这就是核心技术。 除了生物仪学之外,核心技术说到底就是材料技术看一串例子,发动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土工最遭人诟病的短板旗核心技术,说白了,就是涡轮叶片不够结实油门踩,很了就得散架,无论是航天发动机,航空发动机,全气轮机只要带个机子土工腰杆,都有点软材料技术除了烧钱,烧时间有时还要点运气,还是以发动机为力,金属来这玩意儿和面混一混,做出的涡轮叶片要炸先来, 这全球碳明储量大约2500吨,主要分布在欧美70%用来做发动机温轮叶片,这种战略艾夫妥妥被美帝禁运前几年在陕西发现一个储量176吨的来矿可把土工乐的马上拼了老命烧前这几年苦逼生活财,有了起色稀土永磁体,就是用稀土做的磁片能一直保持磁性用处大大的高品位稀土矿大多分布在中国所以和此相关的技术土工,以美帝,还能的色币如何聚变,太空暗物质探测等 据说土工,前几年也对美帝禁运,低个美帝拿来,交换外加闪新安徽,跑出来的那点来,J20的发动机,还算有些眉目作为工业之母,的高端机闯土工,基本和南国足一个水平,只能仰望日本的过瑞士材料是最大的限制,之一比如高速加工时主轴和轴程摩擦,产生热命型导致主轴还生和倾斜还有刀锯膜,酸等等 所以对加工精度,要求极高的活土工还是旺洋,清炭光学景体土工的部分产品,还能对美帝实施禁运,所以核光相关的技术都不弱 比如激光武器,量子通信系动外形,得益于前学分纳被人的即便与之相关的技术,也是杠档的 如果我们继续罗列就会发现应用宽泛的基础性材料,中国还是落后,外国应用相备较窄的细分领域,中国逐渐领跑,小朋友们做端正,重点来了这种关键核心材料 全球总共约130种也就是说只要你有了,这130种材料就可以组装出世界上,已有的任何设备进而生产出已有的任何东西 人类的核心科技某种程度上说,指的就是这130种材料,其中32%国内完全空白,52%依赖进口在高端机房,火箭,大飞机,发动机等尖端领域比例更悬殊零件 虽然实现了国产但生产零件的设备95%依赖进口,这些可不是陈芝麻烂骨子的事情,而是工信部 2018年7月发布的数据还新鲜着呢 核心材料技术说一句,外国人把中国摁在地上,一点都不过分 这其实很容易理解毕竟发家时间不长,而材料技术不但要烧钱更要烧时间 这里的强调一下应用技术并不比核心技术不重要它需要资金 需求和社会实际情况的结合虽然外国人能力烧但也许一辈子都没机会烧这儿,肯定有人抬杠了 人家只是不愿意烧不然分分钟秒杀你呵呵 如果强行烧钱后果看照老毛子,魔机半天再回正题了半导体芯片 之所以难,是因为它不但涉及海量烧钱的应用技术 还有众多烧钱烧时间的材料技术 为了便于小朋友理解这话的从原理说起芯片原理和量子力学 很多文盲觉得量子力学只是一个数学游戏,没有应用价值 呵呵,下面咱给计算机芯片 询个祖宗请看示范 导体咱能理解,绝人体咱也能理解小朋友们 第一次被物理争猛,的怕是半导体了 所以先替各位的物理老师把这站环上原子组成固体时会有很多相同的电子挥到一起 但量子力学认为两个相同电子没法带在一个轨道上 于是为了让这些电子不在一个轨道上打架 很多轨道就分裂成了好几个轨道这么多轨道挤在一起 不小心挨得进了就变成了宽宽的大轨道 这种有很多起轨道挤在一起变成的宽轨道就较能带 有些宽轨道挤满了电子电子就没法移动有些宽轨道 空旷的很电子就可自由移 动电子能移动宏观上表现 为导电反过来电子动不了就不能导电 好了我们把事情说的简单一点不提价带 满带,近带,导带的概念准备圈重点 有些满轨道和空轨道挨得太近电子 可以毫不费力从满轨道跑到空轨道上于是就能 自由移动这就是导体 一架金属的导电原理稍有不同 但很多时候两条宽轨道之间是有空隙的电子 单靠自己是跨不过去的也就不导电了 但如果空隙的宽度在5EV之内给电子加快额外能量 也能跨到空轨道上跨过去就能自由移动 也就是导电这种空隙宽度不超过5EV的固体 有时能导电有时不能导电 所以叫半导体 如果空隙超过5EV那基本就得歇态正 长情况下电子是跨不过去 可这就是绝缘体 当然如果是能量足够大的话别说5EV的空隙50EV都照样跑过去 比如高压变积穿空气 到这由量子力学发展出的能带理论 就差不多成型了能带理论系统的解释了导体 绝缘体和半导体的本质区别 即取决于满轨道和空轨道之间的近细学数点 说取决于下带和导带之间的近带宽度半导体 离芯片原理还很较远别极 很明显像导体这种直男没啥可折腾 所以导线到了今天仍然是同线技术上没有任何进展结原体的命运也差不多 半导体这种爱爱妹妹的性格最容易搞事情 所以与电子设备相关的产业 基本都属于半导体产业如芯片 雷达下面有点烧脑细胞 基于一些简单的原因科学家用硅 作为半导体的基础材料 硅的外层有四个电子甲胜某 各固体由100个硅原子组成那么它的满轨道 就挤满了400个电子 这时用10个硅原子取代其中10个硅原子 而硅这类三架元素外层只有3个电子 所以这块固体的满轨道就有了10个空位 这就相当于在挤满人的公交车上 腾出了几个空位子 为电子的移动体供了条件 这叫P型半导体 同理如果用10个零原子取代10个硅原子 临着类5架元素外层有5个电子因此满轨道上 反而又多出了10个电子 相当于挤满人的公交车外面又挂了 10个人这些人非常容易脱离公交车 这叫N型半导体 现在把PN这两种半导体面对面放一些会大样 不用想也知道 N型那些额外的电子必然是跑到P型那些空位上去了 一直到电场平衡为止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PN节动图来自科学网张银的博文 这时候再加个正向的电压N型半导体 那些额外的电子就会源源不断跑到P型半导体的空位上 电子的移动就是电流这时的 PN节就是导电的 如果加个反向的电压 那从P型半导体那里再抽电子到N型半导体而N型早已挂满 额外的电子多出来的电子不断增强电场 直至底向外加的电压电子就不再继续移动 此时PN节就是不导电的 当然实际上还是会有微弱的电子移动到何正 像电流相比可忽略不计 如果你已经被整晕了没关系 用大白话总结一下 PN节具有单向导电性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单向导电的PN节 然后呢把PN节两端接上导线就是二级管 有了二级管随手搭个电路 翻角形代表二级管箭头方向 表示电流可通过的方向 AB是输入端 F是输出端 如果A不加电压电流 就会顺着A那条线流出F端就没了电压 如果AB同时加电压电流 就会被堵在二级管的另一头F端 也就有了电压 假设法有电压看作一枚电压 看作零 那么只有从AB端同时输入 一楼端才会输出 你这就是一门电路童 你把电路改成这样 那么只要AB有一个输入一楼端 就会输出一个叫货门电路 现在有了这些基本的逻辑门电路 离芯片就不远 那你可以设计出一种电路 它的功能是把一串一合零变成另一串一合零 简单举个例子 给第二个和第四个输入端 加电压相当于输出0101 经过特定的电路 输出端可以变成1701 时期第一个和第三个输出端 有电压 我们来玩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局 左边有八个输入端 右边有七个输出端 每个输出端对应一个发光管 从左边输入一串信号 000000101 经过中间一堆的电路 使得右边输出另一串信号 10110111代表 有电压0代表 无电压有电压 就可以点亮对应的发光管及七个发光管 点亮了五个于是就 得到了一个数字 五如上图所示 终于我们已经搞定了数字 是如何显示 但如果你想进行1加1的加法运算 其电路的复杂程度 就已经超过了99%的人的智商 即便本松亲自出手设计电路的运算能力 也抵不过一副算盘 直到有一天 有人用18000指电子管 6000个开关 7000指电组 1万指电容 50万条线组 成了一个超级复杂的电路 诞生了人类第一台 计算机重达30吨运算能力5000次每秒 环 陆及现在手持计算器的十分之一 不知道当时的工程师 为了安装这堆电路 脑子抽筋了多少回接下来的思路 就简单 那如何把这30吨东西集成到指甲那么大的 地方上呢 这就是芯片芯片 制造与中国技术 为了把30吨的运算电路缩小工程师乱版 多余的东西全扔了直接在硅片上制作 PM结合电路 下面从硅片出发 说说芯片的制作 过程和中国所处的水平第一 硅把这玩意儿 绿化了再蒸馏 可以得到纯度很高的硅切成片 就是我们想要的硅片硅 的评判指标 就是纯度 你想想 如果硅里有一堆杂质 那电子 就别想在满轨道和空轨道之间跑顺畅 太阳能极高 纯硅 要求99.9999 这玩意儿 全世界超过一半 是中国产的早被完成了 白菜价芯片用的电子级高纯硅 要求99.999999 别数了11个9 几乎全类进口值 到2018年江苏的新华公司 才实现量产 目前年产0.5万吨 而中国一年进口15万吨 难得的是新华的高纯硅出口 到了半导体强国 韩国品质应该还不错 不过30%的制造设备还得进口 高纯硅的传统霸主 依然是德国Locker和美国M-Locker 每日合资中国任重而到任第二 晶圆硅基纯实 需要旋转成体就成这样 所以切片后的硅片 也是圆的 因此就叫晶圆 这词是不是已经有点耳熟了 切好之后 就要在晶圆上 把成千上万的电路 装起来的干着活的 就叫晶圆场 各位拍脑的想想 你目前人类的技术怎样 才能完成这种操作 用原子操纵 数想多了朋友 等你练成 预件飞行 那时候人类还不见得能操纵一个一个 原子组成各种细件晶圆家 光的过程有点繁琐 首先在晶圆上涂一层感光材料 这材料见光 就融化那光 从哪里来光刻机 可以用非常精准的光线 在感光材料上刻出图案 让底下的晶圆裸露出来 然后用等离子体这类东西冲刷裸露的晶圆 就会被刻出很多沟槽这套设备 就叫赫石机在沟槽里拆入零元素 就得到了一堆N型半导体 完成之后清洗干净重新涂上感光材料 用光刻机刻图用刻石机刻沟槽 再撒上棚就有了P型半导体 实际过程更加繁琐 大致原理就是这么回事 有点像3D打印把导线和其他器 建议点点一层层装进去 这块晶圆上的小方块 就是芯片芯片 放大了看就是成堆成堆的电路 这些电路并不比那台30堆计算机的电路高明最底层 都是简单的门电路指示采用了